會在台中太平的遇嫌社會住宅 有三百戶 戶數最多 旁客二零二零年開心入住 裡頭床布 冷氣 衣櫥等基本家具都有 不但享有快速道路的便利交通 也不會被車輛噪音打擾 隔音整體來說算不錯 因為小朋友睡覺 其實他也不太會醒 如果滿分是十分 我覺得有八分吧 公共空間平常舉辦公益活動 也有日照中心 長輩和小朋友都能獲得妥善照顧 而更吸引房客的 是社會宅租金只有市價的七折 租食店那些都有 所以還滿方便的 這個月的租金是 一萬五千多 一萬五千多 那現在市面上兩房都要兩萬以下 對 差不多 那我們有九月初的時候 已經有兩組新入住的住民會進來 這個是這個社區 目前唯一的一間房屋 另外剛完工的北屯社會宅 因為有知名書局進駐 一推出就吸引超過三千人來抽籤 中籤率只有百分之六點五九 而且市府還首度推出共居社會宅 歡迎喜歡交流分享 尊重差異的房客入住 共居房每個房間都是獨立套房 畫面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有個人的床鋪 而且牆壁上還有衣櫥 上頭甚至還有冷氣 往外看的話公共空間的話 這裡有大家共用的一個廚房 以及流理台 甚至還有共用的冰箱 而共居房的申請條件 難以老又不居 這也是台東市政府第一次的嘗試 台中市從二零一八年 開始在豐原推出第一棟 兩百戶社會宅 到現在已經有三線豐原 屯區大里 太平 市區南屯 以及海線無錫五處社會宅 平均出租率百分之九十七點六 加上九月下旬要入住的 北屯社會宅 共有一千四百一十一戶出租 太平以前這邊應該到九成九 然後無錫跟金科那邊 大概是九成五 所以我們平均大概都有超過 九成以上的一個入住率 相較於台北市社會宅 四千四百一十一戶 出租率百分之九十七點八 台中市一千四百一十一戶 出租率百分之九十七點六 也算高 高中市 雖然也有百分之九十六點四 不過目前只有新建 三百六十三戶出租 專家認為這幾年南部房價所得 比較低 民眾對社會宅的需求 相對不強 很容易在市場上可以找到適合的保護 而台中市推出社會宅 會不會排擠到租賃市場 房仲業者表示目前還看不出顯著的影響 社會宅目前市處的量還是比較少 當大的市場沒有波動的話 這些老屋來講的話 他的波動力基本上也不高 市府考量社會宅需求量大 計畫在二零二六年要達到全市二十四處 共七千一百四十六戶社會宅的目標 到時候會對房地產租賃市場 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令各界好奇關注 環境環環環校議院台中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